那么今天开始就进入发的修行好了 发大柴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控制器的技术 也可以说是集合所有研粉之大成 可以分成双火系 片人系 大化系 作弊系 工三小系 钢铁研粉系 六种不同的属性 念力与每个练功者的个性息息相关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 必须要正确地找出自己的器是属于哪一种属性的能量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出自己的器 当然有 这是水剑式 也就是依照心灵源流的方式来区别的 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来做发大柴的修行 理论还需要证据 我就实际地做给你们看吧 因为我是钢铁研粉 这些水的变化属于钢铁还粉不细的证明 这表示 含粉的气势属于钢铁还粉不细 来 你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什么变化都没有啊 难道说我一点天分都没有吗 一点也没错 你先甜点看杯子里面的水 好像有点甜呢 这杯水的味道变了 这表示你属于双黄系的 好了 现在你们三个人的气到底属于哪个系的 你们都明白了吧 接下来的四个礼拜 你们要继续专注练习 让刚才的变化能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是你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修行 是 你怎么来了 照理说今天应该没有课才对 因为我想让您看看 我到目前为止的修行成果 好啊 那么你就开始吧 怎么样 你的进步速度的确非常惊人 连最后的水箭式修炼都已经完成了 其实 我大概猜得出你的目的 你想问关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的事 对不对 其实你最想跟小鸣决斗 我没说错吧 嗯 你非常想跟他决斗 不过 太强了 以你目前的实力 初选 恐怕还没有办法赢过他 你跟小鸣的决斗 我可以同意 不过 我也必须要加上一个附带条件 你初选 绝对不可以太逞强 能够答应我吗 是